大家好,我是带大家云吃日本的美食日报 福岡在日本被称为是美食之都 这里有很多当地的特色小吃 饮食文化与本州岛略有不同 比如著名的有豚骨拉面 牛肠锅、鸡汤锅、明太子等等 这期就介绍九州的当地特色的小吃 有海鲜菊酒屋、牛肠锅、鸡皮串和鸡汤锅四家 第一家来到的是这里 至佳容本店 这里是福岡地区非常有名的一家老铺料亭 就类似我们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家撑得起门面 历史悠久、味道也还不错的餐厅一样 这家在福岡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存在 这家店最大的特色是在店铺的中间有一个大水槽 养着各种鱼虾 点单后现场捞现场制作 非常的鲜 今天有伊士海老、车海老、鲍鱼、石干雕 虎鱼、乌贼等等 品种还是不少 一看价格傻了眼 一份都要大概一万日元左右 吃饱是不可能了 点了一份乌贼、一份虎鱼、一份鲍鱼、还有车海老 就简单尝个新鲜吧 蘸料有三种 两叠酱油 一叠加入山葵 一叠加入姜末 一叠日式果醋 可以加入葱花和萝卜尼 这个是开胃的前菜 煮过的小海螺 加入了味淋和酱油 是甜口的 先上来了活乌贼的刺身 非常的新鲜 把粘蒙挤在他的头上 还能看到他的腿在动 处理好的乌贼的口感非常的弹牙 颜色接近透明 像QQ糖的口感 但是越嚼越甜 越嚼越糯 这种鲜度的还是第一次吃到 吃完身子后 乌贼的头来了个油炸的做法 接着上来了虎鱼 Okose 这种鱼的背脊有毒 在捕捞这种活鱼的时候 经常有人员伤亡 所以价格比较贵 今天发现可以吃到现杀的活鱼 所以一定要试一下 这种鱼没有鱼鳞 骨头很软 鱼身做成了薄切的刺身 鱼肉紧实有弹性 没有一点腥味 是淡雅的清甜 虎鱼的内脏也可以吃 这一份都是它的内脏 因为它的骨头很软 所以骨头也拜托店里来了个油炸的做法 油香酥脆 很是下卷 这个是现捞的车海捞 你猜这一只多少钱 这一只要200块人民币 但是这虾的个头是真的大 比手机都要长很多 盐烤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发虾的鲜甜 不开虾壳吃进去真的超级满足 最后要了一份鲍鱼的黄油酱油烧 这个鲍鱼选的是中等的大小 个头不是特别大 肉质细嫩 口感较韧 吃完这些不敢再点了 吃了个半饱 结账赖人2000块 没吃饱 决定再吃点什么 离这家不远的地方 有福岡排名第一的牛肠锅专门店 又去吃了一顿牛肠锅 走进去发现这个店铺的装修这么华丽 这吊灯 这沙发 我以为是来到了上世纪欧洲的城堡里 在胆战心中中 终于确认了这家就是牛肠锅店 这家店除了牛肠锅和一些小菜之外 也没有什么别的可选 看来是把一种料理做到了极致 牛肠锅的味道有三种可选 经典的味增汤底 酱油汤底 还有涮涮锅峰三种 今天就来了一份味增汤底 这家店使用的是日本国产的牛小肠 吃起来肥而不腻 坦韧可口 汤底是特制的白味增汤 加入了辣椒和大蒜 很刺激食欲 也适合补养身体 据说牛肠锅是福岡的矿工发明的 牛肠锅味道非常的浓郁 搭配上新鲜的蔬菜和牛肠 真的是特别的大 吃起来根本停不下来 新鲜的蔬菜吸收了酱汁 也是好吃的不得了 可以单独加蔬菜 或者单独加牛肠 最后吃完后 可以用汤底煮面 也可以做成汤泡饭 今天选的是汤泡饭 店里也会亲切地帮你做好 米饭搭配味增汤汁和鸡蛋 除了有点咸之外 真的是无可挑递的一餐 吃完两人结账500块 价格比定的是非常的高 而且牛肠属于低热量的食品 并富含维他命和胶原蛋白 深受女士的喜爱 第三家是这边有名的 烤鸡皮专门店 这家也是非常的人气 不提前预约的话 几乎是等不到位置 这家店店名就是鸡皮屋 特色也是烤鸡皮 但是这家店的烤鸡皮 和你想象中的烤鸡皮 完全不是一个东西 这家烤一个鸡皮 需要六天的时间 把鸡皮穿成串儿后 沾上密制的酱汁进行烤制 烤好后放在密制的酱汁中 浸泡一天 第二天拿出来继续烤 重复三天后 第四天烤完后 放在不同的酱汁中进行浸泡 然后整个工程再重复三天 经过六天的烤之后 鸡皮已经完全没有油脂的肥腻感 酱汁都进入到了鸡皮中 口感韧中带有焦香 来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十串起点 吃起来是非常的上头 这家店环境比较普通 都是当地的时刻 氛围非常的好 除了鸡皮 还有其他鸡肉串和牛肉串和小菜 牛肉串属实一般般 鸡肉串还是不错的 推荐他家的盐烤鸡翅 个头非常大 吃起来也很过瘾 第四家是鸡汤锅专门店 在福岗我经常去的是长野和新三浦两家店 这次以为有疫情不用提前预约 结果被打脸了 到处碰壁 临时打电话预约也都没有位置 朋友坚持要吃 我在打了第九家店铺的时候 终于有了位置 就是这里华为鸡 是个连锁店 我心想都有这么多连锁店了 指定不会难吃 结果又被打脸了 价格倒不算很贵 一个人三千五百日元 鸡汤真的是淡如水 不浓稠很清淡 也没有鸡肉的香味 鸡肉块倒是不小 但是根本没有一点鸡肉的味道 不说的话我根本都不知道在吃鸡肉 里面还有这个小碎骨头 牙口不好的话都容易被割掉 这个丸子也不知道是小哥不熟练还是比较敷衍 这家还会有一些鸡内脏 尝了一口 哇是真的腥 吃到这里我俩实在忍不了了 直接走了 小哥固执的说还有汤爆饭和冰激凌 我说不用了吃饱了 然后转头又去了一家居酒屋 这期视频介绍了四种福岡当地的料理 海鲜居酒屋新鲜好吃 就是太贵了不敢吃饱 牛肠锅和鸡皮串 都是把最简单便宜肥腻的食材 做出了高级的口味 吃了就上野 鸡汤锅这家滑味鸡是真的难吃 比上次那家牛舌还难吃 一定不要去 福岡的鸡汤锅的话还是推荐新三补和肠野 今天介绍了四家店 过不过眼 鲍哥说了 不要忘记三连哦 下一期带大家云吃寿司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